我們林口這裡有案件要請你說明 我這裡心理配合 我們這裡有那個 他會預先所合法的需求 你看一下裡面的年始資料 是心理本來 大批警方埋伏見時機成熟 拿著拘票 將一名年輕男子圍住 這麼大陣仗 因為他詐騙多名被害人 金額高達上百萬 便利商店提供的寄取件服務 運費便宜取貨時間 也比宅配自由 受到許多電商和消費者的歡迎 但這個取貨管道 卻被當成詐騙手段 收不守出現在捷運站置物櫃前 輸入密碼缺人身分 拿取提款卡 詐騙集團為了規避警方查氣 也走上雲端 全程不與其他成員接觸 就連提領後的張款 也放在裡面 警方調查詐騙集團成員 先在臉書社團發布抽獎資訊 從手機到家電通通都有 只要下單買貨 就會將贈品寄出 等中獎的被害人下單之後 詐騙集團謊稱會以賣貨便交貨 但後來卻又說交貨失敗 要被害人先匯款領貨 靠著這招詐騙 許多被害人不乏所得 高達上百萬 近期破曝 有多名被害人 因透過臉書社團購買商品 遭詐欺集團假冒 線上客服專員 以開通誠信交易為有 要求被害人匯款制 指定帳戶 因被害人匯款數之後 警覺有益 便立即報警處理 警方接獲多名被害人報案 成立專案小組 經過數個月搜證 終於破獲這個詐騙集團 不讓更多人受騙上當 閃營新聞秋無緣 陳浩文 親白採訪報導